记者旅一宣台北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Ed Royce,RCA,旌旗帅团访台,罗伊斯长期有台,明天上午将拜会立法院院长苏家全并与立委座谈,罗伊斯此行判进一步了解台美外交、经贸、安全等各方面最新情势发展,也借此访问持续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友好与支持。 台湾旅行法府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下生效,推动台湾旅行法法案的最大功臣罗伊斯经期访台,罗伊斯长期关注并支持台美关系深化,自2013年出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迄今,积极协助推动多项友我议案。 此次访台为罗伊斯在其任内第六度率团访问台湾,明天上午将访问立法院,败回立法院长苏家全并与立委对谈。 苏家全也将颁赠立法院国会外交荣誉奖章,彰显罗伊斯多年来促成台美关系的贡献,并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与善意。 罗此行判进一步了解台美外交、经贸、安全等各方面最新形势发展,也借此访问持续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友好与支持。 据了解,特别的是罗伊斯此行访台并非搭乘美军军机,而是搭乘华航安大略首航班机彰显罗伊斯主席多年积极促进台美经贸合作交流的具体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